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构造就是细胞的外形,就是它的细胞膜 细胞膜的成分有四大组成,有磷脂质、蛋白质、糖类跟胆固醇 可是如果以构成生命的七大分子,也就是七大营养素的观点 磷脂质跟胆固醇都是脂质啊 所以构成细胞膜的就是脂质、蛋白质跟糖 而其中以磷脂质跟胆固醇当作是脂质的代表 它是这样组成的 那其中蛋白质在膜上干嘛呢? 膜上的蛋白就叫膜蛋白 膜蛋白有下面几个例子 可能细胞膜上的膜蛋白有膝带蛋白、通道蛋白、帮补蛋白这些 而这三个就是所谓的跟运输有关的运输性蛋白 运输蛋白 那其中前两个有什么关系? 或是前两个是什么? 通道蛋白就是个通道 高浓度穿过通道蛋白流向低浓度 进行促进性扩散 所以这是通道蛋白促进性扩散 方浓蛋白花能量 把低浓度的分泌达高浓度 进行阻断运输 那锡下蛋白是什么的东西? 它跟后面这两个蛋白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锡下蛋白通常是指 进行促进性扩散的蛋白 跟通道蛋白很像 差别在于它会产生形变 就像是百货公司的大门是旋转门 如果锡下门不转你是不能进出的 我一样从高浓度的人群流向低浓度的人群 可是那个门要转 透过形状的改变而让物质移动 这叫做膝带蛋白 透过蛋白质形变使得物质得以运输 如果它的结构是不动硬邦邦的 你的物质就不能运输 特别叫它锡带蛋白 它就会跟通道蛋白结构上 几乎不太形变的蛋白相比 它就比较不一样 所以这是锡带蛋白跟通道蛋白的差别 我们在一至二的后半段 会介绍那个物质 一至三的后半段 介绍物质进出细胞的运输 那时候还会再提到 那蛋白的除了运输性的蛋白之外 还有很多是受体蛋白 我们在高一学过 那个免疫细胞的B细胞 或是孢毒T细胞 表面都有受体 这些受体的功能是 侦测它可以对应的抗原来活化你 B细胞活化成腔细胞 执行抗你免疫 孢毒T细胞活化 执行细胞免疫 细胞膜上的侦测器 就叫做受体 受体是蛋白质 那你跟受体相对的 有辨识蛋白 而细胞的辨识蛋白 尝试跟糖一起合作 形成糖蛋白 这个辨识蛋白 刚好就是受体的颠倒 它是给别人辨识的 我的辨识蛋白 让你的受体来辨认 所以受体辨认的对象 就是辨识蛋白 来验证你是自己人 还是外来的细胞 这叫辨识蛋白 当然很多膜蛋白 本身也有酵素功能 也叫酵素蛋白 就是膜蛋白 也有酵素的这样的性质 好这是蛋白质 那第二类物质 叫做糖类 它通常是连在 磷子质上面 或是连在蛋白质上 形成糖蛋白 功能就是敌我辨识 你是自我细胞 还是外来的细胞 做免疫细胞的辨识之用 而胆固醇呢 我们在高一级书生物 常常会说 胆固醇在细胞膜上 有个功能 叫做稳定细胞膜 那到了高三 我们在读生物的课本 或是描述的时候 每一个主词 每一个动词 每一个授词 每一个副词 你都要自自助去 去思考它的含义 像这五个字 稳定细胞膜 其实是一个 非常含糊的描述 它根本没有解释清楚 稳定这个动词 我们做个比喻 我今天要稳定你 什么意思啊 我给你金钱 让你稳定 以让你不至于贫困 我让你稳定 而不至于什么 所以我们在说 稳定的时候 一定有个指标 让你稳定 不要让你怎样 不至于什么 我让你补习 让你的成绩稳定 不至于被当 现在来看这个 我的胆固醇 稳定细胞膜 以免它怎么样 问号 没讲啊 什么叫 稳定细胞膜 我们也讲清楚 而这五个字 稳定细胞膜 我等一下会补充说明 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暂时先说 那我们的细胞膜 是一层膜 这层膜叫子双层 两层子质分子 构成一层膜 这个还需要再说明吗 一层膜 其实是两层分子 两层分子构成一层膜 两片面包才能形成一个挂包 一个挂包是两片面包 一片面包不能是完整的挂包 就像一层膜 一层零子质 不是完整的一层膜 一层完整的膜 要两层零子质分子 才叫子双层 那它可以控制物质的进出 所以我们叫细胞膜 叫选透性膜 事实上你身上的所有 子双层构成的膜 都叫选透性膜 或叫选择性膜 那讲到这就顺便复习一下 物质进出细胞膜 什么影响它进出的速率呢 两个指标 分子的大小 还有分子的极性 对吧 分子越小越容易钻进细胞 或钻出细胞膜 这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气体分子 全是小分子 气体可以自由穿过细胞膜 理由是因为它很小 那为什么油啊 酒精啊 海若因啊 可以自由进出细胞膜呢 因为它极性很小 因为零子质是子质 子质极性小 如果你也是极性小的话 你就可以跟我产生作用力 这是专用术语 民间术语 我可以跟你互融啊 你是油龙 我也油龙 我们都是油 你融于我吧 就进来了 所以水龙 极性分子会跟极性分子互融 非极性分子会跟非极性分子互融 而膜是非极性的 脂肪 所以 非极性分子就可以融于细胞膜 而进入细胞 所以极性越小 越容易进出细胞膜 海洛因就是极性比较小的 马肥就是极性比较大的 所以海洛因比较贵 它是提炼而来的 好 先复习一下 你们还记不记得什么是极性 是这个极那个性 啊极性 极性肠胃炎 我吃坏肚子 是那个极那个性 所以好像听说你们化学 还没学到极性分子 还没 那我这边先搬门弄斧 简单提一下 极性分子的定义是说 这个分子 它身上的电子分布不均匀 会出现 那一端比较偏正电 这一端比较偏负电 因为它的电子没有均匀分布 那既然那边是偏正电 我这边是偏负电 它在电荷上 似乎就出现方向性 你那边叫偏正电端 我这边叫偏负电端 我在电荷上出现了方向性了 如果电子是分布均匀的 像脂肪酸 常炼碳炼 我上面的电子分布的好均匀 我在电荷上没有方向性 但它电子一样多 不分离我 但如果你这个分子的电子分布不均匀 你偏正我偏负 就出现电荷上的方向 而方向性在中文就称为极 英文也叫极 极代表方向性的意思 极这个字 你看生活中查用在哪里 有方向性的东西 地理上的最北 北极 然后电子的两个方向性 就是电极 等等 是吧 那边是阳 这边是阴 两个方向 两个方向互相调和 四位太极 极是代表方向性 所以当你电荷出现不均匀分布 你就是极性分子 而不均匀分布 有非常不均匀 跟普通不均匀 所以极性是有大有小的 而水这种分子 就是很极性的分子 因为它的氧 喜欢电子 它的氢比较不爱 所以氢这一段 比较偏正电 氧这边比较偏负电 它就出现正负了 那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极性大小 跟分子大小 就会影响你进出的数率 好 在1972年 两位美国科学家 Singer跟尼克森 提出一个理论 叫做流体相迁 他们认为生物的细胞膜 并不是固体 不是香香香的墙壁 是流体 而且蛋白质会穿插于上 在上面飘来飘地 我的零脂质是流体 蛋白质相迁于上 而会飘流 这就是你们现在 对于细胞膜所认识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课本 都是用流体相迁在描述的 大家再补充一下 什么叫流体 就是不是固体 以三态来讲 就是液体或是气体 都叫流体 所以物理学在学流体力学 是讨论液体跟气体 都要讨论的 它们性质不太一样 好 那下面是特性 我们的细胞膜是动态会飘的 它是半透膜 分子大小或极性 会影响它的通透性 它是选透性膜 而且我们以前学到脂肪酸来讲 细胞膜上的不饱和脂肪酸 如果过多 你的流体性就比较大 我们可以在生活中的经验 来体现这个事实 如果是植物油 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 在室温下比较流体 它就是液态 所以植物油通常叫油 它是液态的 如果是动物性的脂肪 我们说它是饱和脂肪酸多 饱和脂肪酸多 它的流体性就会下降 它就不流体 变成固体 所以在室温下是成固态 叫做脂肪 这是它们化学的性质 我今天会补充说明 那我们也知道脂肪酸本身 也可以稳定 也就是强化膜的构造 这个我等一下会补充说明 它如何办到的 好以上就是细胞膜的文字简介 我们来看图吧 当时科学家怎么确定或证实 我们这个细胞膜是流理相迁呢 这是A细胞 这是B细胞 A细胞的膜蛋白是白色的 B细胞的膜蛋白是黄色的 我让两个细胞靠近 它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膜跟膜竟然融合了 也在一起 光是膜跟膜融合 这个动作就证实膜是流体 因为如果是固体 轰轰轰轰不会融合的 靠去 流体 然后隔一阵子之后 这个黄跟白蛋白 竟然混在一起了 可见我的膜不但融合在一起 上面的蛋白只会飘 流体向前 这个是我们对于细胞膜的描述 好那我们看说根本上的附图 这一层磷子质 这是另外一层磷子质 头朝外 就是它的磷酸根朝外 脂肪酸朝内 就是偏 清水端的朝外 赤水端的朝内 然后这是一层 下面有两层 就变成子双层 上面蛋白质 镶嵌于上 在上面飘 这就是流体 相迁模型的内容 好的 那我找几个 历史上面的研究 来做佐证 这个例子 我们在应用生物学过 1978年 希德克里加梅尔 把番茄跟马铃薯的细胞 做细胞融合 当然要先把细胞壁融掉 因为细胞壁是固体 靠近会ㄎㄎㄎㄎㄎ 不能融 先把细胞壁弄掉 细胞壁就可以融了 它就创造出一个混合物种 叫做番茄薯 我们应用生物 翻译成马铃薯 早期翻译成番茄薯 可是你看英文 明明应该 用到英文的字意 要叫马铃薯才对 所以两种翻译都有 1978年 那一年发生很多事情 有机会跟大家补充 好 那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个不是没有 当时的实验照片 这是两个细胞融栽 显文性下的照片 你们现在看了这张照片 你们看下面的图 6-2 下面写的是 简体字 利用电机法 将野生马铃薯 跟栽培马铃薯 进行细胞融合 这个图是马铃薯细胞 融马铃薯细胞 为什么是简体字 这是对外高中生 生物学课本的副图 他们也叫细胞融合 跟我们一模一样 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对于 流体相迁的介绍 好的 我现在要补充一件事 在1972年以前 早期的科学家 对于细胞膜是怎么看待的 所以在流体相迁模型之前 其实有更早的模型 叫三明治模型 因为当时科学家发现 子荣性的物质 比较容易进入细胞 那就猜测 细胞膜一定也是子荣性物质 因为子荣性物质 跟子荣性物质 可以互融 非极性分子 跟非极性分子 才会产生作用力 所以他们认为 细胞膜的成分 应该是子质 好 子质 可是他们有很多的 生化分析发现 细胞膜上面 有很多蛋白质 执行很多功能 而蛋白质是水龙性的 所以他们认为 蛋白质应该在 靠近细胞外 跟靠近细胞内 细胞外是水龙性 细胞内是细胞质 也是水龙性 所以蛋白质 就在细胞的外侧 跟内侧 这个圆圈圈 就是蛋白质 所以他们认为 当时认为 细胞膜的成分 就是两层蛋白质中 夹着子质 就像三明治一样 就像三明治模型 可是后来1972年 辛格跟尼克森就推翻了 不不不不 是子双层 光是子质 就分为极性跟非极性 然后蛋白质穿插于上 执行不同的功能 所以三明治模型 就被推翻了 科学界是不断的进步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早期的模型 是三明治模型 好的 那我们的细胞膜 暂时就说到这边 是一个比喻的 这个比喻的 是一个比喻的